放下一个女人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 不是拉黑也不是删除 更不是老死不想往来 而是你要做到以下三个不要 如果你做到了 你必胜 先点个免费的小星星 再点个头像旁边的小家号 您的支持呢 也是我最大的动力 我接着往下讲 如果你正处在这个阶段的你呢 对你非常的有用 一定要认真的听 特别是第三点 第一呢 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期待 你再难过也必须接受 他已经离开了你和变了心的事实 此时的你对他表现出来越卑微 越深情 你在他眼里就会越不值钱 越连价 换句话来说呢 你的真心在他看来就是一门不直 你又何苦纠缠不休自己打脸呢 没有纵容就没有伤害 你应该站直了腰板 打开门让他走 这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第二点呢 不要再有意的去关注他 俗话说的好 丧家犬离开你之后是找到新的主人 还是流落街头呢 都给你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记住了 男人抱负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冷漠和无视 你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优秀 更强大 没有他呢 你过得更好 你要努力的去赚钱 你要重新经营自己的圈子 你要认真的打扮你自己 对不对啊 不要怕这怕那的 当你变得越来越优秀的时候 你再回头看看他其实也不过如此 甚至呢 不值得一提 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当初怎么怎么那么傻呢 第三点很重要 不要一蹶不振的去折磨你自己 如果你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放得下他 你就问问你自己 问问你自己的心 你到底涂他什么呢 你没认可我的观点吗 家人们 欢迎评论区留言